你好美女 是鄉親的嗎 是 你好你好 怎麼坐在這裏 坐這裏等妳 等我啊 哎呀叫妳去城裏喝奶茶喝咖啡妳又不去 我還要幫我爸媽幹農活呢 還要幹農活啊 去城裏又浪費一天時間 哦行 那咱倆來鄉親的話就直接在這裏聊聊吧 說一些妳的 一些要求吧 嗯 我也沒啥要求 哦 啥意思啊沒啥要求 就 嗯彩禮一萬八 彩禮一萬八 嗯 那妳知道彩禮挺少的嘛 嗯有車有沒有車啊妳 沒有 起碼多車來的 那也挺好的 嗯 那房子應該建了吧 房子啊 嗯 哎呀就 就小小的一個平房嘛在農村 有個住的地方就行了 嗯哎呀 嗯 然後呢我就 要求不出去打工 不出去打工 啊 嗯 沒收入啊在家 啊 啊在家做點農作物然後拿去街上賣也能賺點錢的 妳咋就不去打工啊 啊去打工的話我就照顧不了我父母了呀 哦妳要在家照顧妳父母啊 啊 就我希望我們兩個人都不去打工然後我爸媽有需要的打電話給我們我們我們就得過來這樣子的 不是我倆在家沒收入啊主要是 沒收入那我們就省著點咯 省著點 吃飽就行 我這個人呢就希望能多賠一點老人嘛現在老人啊越來越老了啊多賠一點他們幫他們幹一點活這樣子他們也少辛苦一點 那妳還是挺孝順的嘛 我是這樣子想的 那如果我倆在壹起來以後妳會不會 動不動在娘家待這樣子啊 看情況吧 看情況 啊 妳主要要求就是18000的彩禮是吧 啊然後不出去打工 不出去打工 然後經常回來幫我父母幹農活 經常回來幫妳父母幹農活 啊 啊 然後車房有沒有都無所謂是吧 是的 哦那妳這要求也不算過分 也挺簡單的 那我 我啊 沒有啥 也沒啥了 就這樣吧 沒啥 那我主要是怕不出去打工 沒錢啊 我這個人 我覺得在農村也不花什麼錢啊 吃啥都自己重視吧 但是也沒錢了是吧 你看 沒錢那我們就養 養牛啊到時候拿去賣 那就有錢了嘛 養牛拿去賣 嗯 這得 很辛苦吧 嗯這個苦我願意吃的這苦你願意吃 嗯 哇 那也是要在老家 一直在老家待著 對 這老家有啥好處啊 這看不出啥好處啊 你去外面也要出房子是吧 吃啥都要買那也存沒了多少錢的 在老家呢 人也比較健康 沒那麼慌 嗯 人家 但是 很窮啊 在老家 一分收入都沒有啊 我感覺 可以做農作物啊 然後拿去 農作物會賣會玩的呀是吧 你也種不了多少啊 值不了幾個錢啊 在老家也也會有人請工人啊 去做點臨時工也可以的 你看如果我一直在老家 我沒出去的話 可能一萬八的彩禮給你都給不了 那給不了就不給 只要能答應 我不出去打工就行了 答應不去 不出去打工就行了 你看這個每年的醫療費能加得起嗎 你在家這樣 一個月有幾百對吧 還是 一年四百現在 一年四百 對呀一家人如果五個人的話也就兩千了 給得起嗎 別人在家做農作物也能給得了啊 像我家哈 我家養的有雞鴨鵝啊 牛鴨馬啊這樣子 年底拿去賣 跟打工的差不多了 我主要是 也是能存錢的 我沒有習慣 在幹農活的這個習慣 我因為我以前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 廣東浙江那邊的 我一個月就五六千塊錢工資是吧 突然一來到 讓我在老家不能出去打工 那我覺得 習慣不了啊 我現在考慮考慮吧 那行吧 啊 考慮一下如果行的話我再聯繫你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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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